OK 大家好 今天幫大家介紹GDV這個主題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Kobi 然後網路上常用的ID是TKobi 下面可以看到我的部落格的網址 我會在裡頭放一些相關的文章 然後我覺得自我介紹用這張圖非常的適合 我可以看到這張圖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一本書 Linux kernel這樣 代表我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另外一個就是 這張照片其實是我拍的 所以我是一個業餘攝影師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是一個小孩子的爸爸這樣 OK 所以自我介紹結束 我們現在來談談什麼是GDV這樣 那這個GDV我們想要了解它 我們可以從它的起源開始了解 那它的起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一期 有幾個人組了一個團隊去參加一個活動 叫做那個Yahoo的Open Hack Day 它是兩天的一個Hack Song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PM的ID是15 然後有下面那四個人 包括這位OPOP 然後CA 然後科幣 跟那個Cocall OK 那我們當時在想題目一直想不太出來 我們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題目其實沒那麼好想 可是那時候剛好碰到一個很巧的事件 就是經濟動能推政方案這個廣告 那這個廣告一出來 我們這41秒的廣告 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們只知道他提到一件事就是 很多事情真的加速進行中 OK 但是其實我們只看到 最近真的加速燃燒中 為什麼呢 41秒450萬 所以這時候我們其中一個成員叫Cocall 他就怒了 他就說政府都不知道把錢花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他們就去那個行政院主機處的一個網站 把那個國家政府的年度總預算 那時候還不是那個法定預算 撈出來 然後全打爆一下變成Open的東西 丟到一個叫做Open Spending的網站上面 所以我們如果連到這個網站上面 然後搜尋叫做這個 左上角那個TW Budget 你就會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他也提供細節化的選項 我們可以看到各個那個國家機關 他所分配到的一些預算是多少 還有他的百分比 那這個只是個開始 我們那時候把這個東西丟上去之後 我們就決定題目是什麼 就是把這東西視覺化 就可以看到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光是視覺化還不夠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Open Spending的網站 其實就提供一些視覺化的選項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這樣想 我們光是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還不夠 我們要讓大家可以feedback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右邊加一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下面 右下角有這個希望追加 表示不懂等等的選項 然後這個Button都是每個人可以實際上去按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勞工委員會的853億元這個預算案 有13個人希望追加 10個人要求刪除 然後再往上看 可以看到有一個欄位標記相關冷氣 使用者可以在這邊輸入一些東西 比方說輸入014 輸入馬英九來表達說 這個預算案跟誰有關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上面很貼心的幫記者朋友們 加了一個單位換算功能 可以看到 雖然這很小我唸出來給大家聽 853億元換算成雞排加珍奶 就是十字一番的雞排加珍奶 對 我們這個網站除了提供雞排加珍奶這個選項 還提供營養午餐 營養午餐加回扣 幾座冰島 還有那個印兔的小島這樣 OK 那我們做了這個東西 其實我當時在做就覺得 這個東西好像蠻有話題性的 感覺應該會得獎 結果最後真的就得了一個佳作 很開心我們就拿了這個獎金 然後到時候後來就跑去吃燒肉了這樣 然後在吃燒肉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聊說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可以繼續做 我們那時候是一個網址 叫ppl.tw people 可是我們覺得這個東西不夠顯著 大家就開始及時廣義 後來就想說 GOV這個東西 我們把那個歐改成零 一個偽造 好像是假的 的一個東西 然後希望大家在打錯字的時候 可以領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看到政府的預算案 還有大家的一些回饋 然後發現我們國家正在亂花錢 所以其實 G0V這個東西的來源就是這樣 一個GOV變成G0V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零 零時 戰時或者是有點像那個零代那種東西 的概念 那當然 光是把這個東西做起來 可能效果還不夠 然後我們就在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其他東西 然後掛在這個網域下面 包括監督立委 做線上投票 或者甚至 那時候也有在吵的政府 那個媒體壟斷的問題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零傳媒 類似公民記者 在網路上透過那個網路力量 大家來做新聞報導 對 當然這個討論其實有一些 我們自己有想到一些問題 所以 只是先列出來 或者是人物關係 比方說下面這個例子 立委的堂弟的舊媽的屬婦 想要標某一個已經 撥定預算的建設案 我記得在若干年前 其實交通部好像有撥定一個預算 是要給中華電信去做ETC的 後來這個預算 就被某些立委給砍掉 這種東西可能就會看出那個 就是透過人物關係的方式 去看出這個問題來這樣 但是我們想做的東西其實蠻多的 可是實際上我們就這幾個人 就像是兩根筷子 大家可能聽過這個故事 就是有一天小明被爸爸叫去了 爸爸就跟他說 小明啊這邊有兩隻筷子 你能把它折斷嗎 然後小明就說 這很容易 對我們就是那兩根筷子 所以這時候就想說 是不是來 我們還 這個是吃那個燒肉吃剩的那個 不是吃剩 那個叫什麼的 明細表 我們可以看到合計最後是一萬三 下面寫一萬三 但我們實際上有五萬塊錢的獎金 我們後來就想說 剩下的錢在吃燒肉也沒意思 我們就決定來辦Hackson 把這個錢拿出來辦Hackson 什麼叫做Hackson 看這邊字面的解釋就是Hack Marathon Hack Marathon 就是大家一起來寫Call 有點像跑馬拉松的方式 當然也可以吃雞塊 OK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到底吃了些什麼 這是第一次的Hackson 我們吃了一些點心 然後第二次的Hackson 吃了披薩 第三次 一二三 對第三次的Hackson 有很多炸雞可以吃 不過其實這些東西每次都有 那是不是下一次可以再來吃個Solo 好像也不錯 OK 那我們現在大概知道這個臨時政府的起源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有一群人去參加那個 Yahoo Hack Day 然後想了一題目 我決定想要來為政府 我會為這個國家做一些事情 來幫忙監督政府 但是實際上我們好像還是 這個概念還是蠻模糊的 這個G0V到底是什麼東西 實際上我好像還是沒有講很清楚啊 OK Anyway 如果真的很想要吃到細節的話 你可以連上上面這個網址 G0V.tw about.html 它有很多的敘述 我幫大家把那個重點sumrise出來 首先 G0V是一個致力於打造資訊透明化的社群 這些人來自四方 好就是我們在網路上召集 有志願的人就自己來 然後目的是改善台灣 透過寫程式的方式 那我們希望大家寫的程式都可以開放 然後透過網路的各種平台去溝通協助 你開放出來 然後召集許多人來 那大家可以一起做這件事情 最後做出來的專案 並不屬於所謂的G0V.tw 而是各個人 比方說這邊有個team 它有個leader 屬於這些人 他們自己maintain 自己去想新的問題 想新的解法等等 如果我們再把它進一步的抽象化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中心目標就是改造政府 然後透過這三個頂點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資料透明化 再來就是去中心化 最後就是開放圓拔這樣 那接下來我就 將這三點 一點一點的 再把它闡述更清楚一點 首先就是去中心化這件事情 我下面列了一些 可能可以比較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這個去中心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兩根筷子的故事 實際上呢 我們是分身伐數的 對 當然不是這個法術啦 其實這個例子來說 其實右邊還會比較快 分身伐數耶 很多人一起砍嘛 對 其實實際上我們是 畢竟像我剛才也介紹過我自己 我是一個工程師 我假日喜歡幫大家拍照 然後我又有一個小孩 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開發一大堆的專案 然後每天都去監督政府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Hexon這個概念 召集各位有能力的人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可以 從左邊變成右邊 下面的字的話呢 就是從右邊變成左邊 不會分身伐數 那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必須至少要有一個專案 叫做主辦小組 我們要把Hexon辦起來 才會有人開始來 所以我們就形成了一個小的團體 包括有人去幫忙訂那個炸機 有人幫忙拍照 有人幫忙做那個場地的租借 或者是事後的宣傳這樣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這樣的視角型的流程 首先決定日期開放報名 再來就是把線上的共筆架設起來 讓大家可以去那邊討論問題 那有些人會提出他覺得有興趣的東西之後 到當天可以做一下介紹 那就會有人有興趣來參與 如果沒有人有興趣來參與的話 也可以自己做 那做出來之後 在那天的結束的時候呢 做一下簡單的匯報 把當時的結果報告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做一個紀錄 比方說你可以丟到某個網站上面去 open source出來 或者是呢 有找到一群人 那就登記一下 然後大家一起會後可以繼續開發 專案提案人 或者是PM就可以再約大家聚會 然後只要在下一次開放報名的時候 可以再來參加 也可以賞新的題目等等的 對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循環之中 我們就會建立一些文件 包括像這個是一個 我是什麼人我要做什麼的一個文件 就是在大家報名的時候 我剛才提到有填共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左邊有一些人名 然後右邊是一些文字 人名就是誰改了什麼東西 然後改的內容是什麼 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 一起共同參與這個編輯 然後右邊的例子可能就是我是誰 我要做什麼 當然除了這樣的文件之外 也會有像是專案討論 我有什麼想法 然後我要怎麼做 可能就會有人在下面註解說 那你應該怎麼做怎麼做 OK 那以剛剛那個共筆的例子來看 那可能就我們 這個項目可能就會有變成這樣子 比方說我是程式設計師啊 我要幫忙寫程式 我是網頁設計師 我要幫忙建網站 專案管理員就幫忙召集專案這樣 這個是大家共同設計出來的一個文章 那如果真的後來有人想要加入 就可以來看這個文件 就會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當然如果你是沒有人 Nobody的話 其實這個人是萬人 什麼事都可以做 OK 那我們現在了解了這個流程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實際上大家做了些什麼 比方說這個是立法院的公報閱讀器 立法院有把它的公報釋出 然後用類似Word或PDF格式 其實並不是很容易閱讀 不是說不容易閱讀 而說不夠開放 可能搜尋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要先把它轉成 Markdown的那個存文字檔 然後丟到Github上面 這時候就有一個人是HLB 他把它做成 做一個公報閱讀器出來 所以實際上我們就可以看到 用這種網頁的瀏覽的方式去看到 公報的內容 但是然後你可以注意到 右邊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連結 一個是Twit 你可以針對某一個立委所發表的言論做連結 以這個為例子 我們可以連結到 連清標說的幾句話 我們是老朋友不要這樣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一下上面這個連結 連給大家看一下 連過去 就會出來了 我們是老朋友不要這樣 不知道他不要什麼 OK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 有一個是IPA 大家ID叫IPA 他做了一個 臨時政府立法院網站的Markup 他就是簡單的 用這樣線條的方式畫一畫 比方說他希望有什麼 包括公報閱讀器 版本比較等等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最新消息 你還可以訂閱關鍵字 那他光畫這些出來 可能有些人就會想說 我不會寫程式 那我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可以做像這樣類似的事情 你可以想出你的好idea 那也許就會有人直接做 比方說我 我就幫他做成這樣子 當然這也是一個Markup的形式 只是說比較更接近實際 甚至很有可能就可以直接動了 當然以這個例子來講 有些地方還是還沒有可好 比方說 右邊那幾個按鈕 圓圈圈那幾個按鈕 其實就是一整張圖 還不能按 但是至少我們有推進 我們有在進展 不像那個政府拍的那個廣告 加速進展 那只是一個廣告這樣 還有這個例子 則是一個 可能大家都認識的 他幫我們畫了一個logo 我們可以看到最左邊 那個gdm.tw那個小圖 那是我一開始畫的 我們參加比賽的時候我畫了 然後後來為了在Facebook上面顯示 我就把它做成中間那樣 比較大的圖 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大家都說那個很醜 所以後來就有人出來畫 右邊這個圖 那很好 我們逐漸的patch出來就會有 越來越像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則是剛剛 AU有 就是AU報告的那個例子 3du.tw 他就是一群人 包括蘋果啊 KC Wu ToniQ AU Ricklin 然後那個等等的人 他們一個一個的配合 然後最後做出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偷偷說這邊還欠一個icon 大家如果有能力的人 可以幫忙畫一個icon 這是剛剛demo就不看了 OK 所以剛剛那個部分呢 就是說我們去中間化的概念 那接下來就是開放圓碼的概念 不過這邊東西大家應該都比較清楚 我不會講太多 首先呢就是 我們那次Hackson就是有一位叫Mindos的 他剛剛有做那個報告 他因為比較晚到他就跟我說 誒柯比我來這邊我不知道幹嘛 那我今天來不然幫大家做一下那個修bug好了 然後很快的他就把左上角 我們這個是一個台灣地理資訊的思覺化的東西 有一點破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紅色的線條 他就把它修成右下角這個樣子 誒看起來不錯 這就是開放圓碼最中心的概念 就是大家可以做patch啊 可以做就是一種合作開發的形式 那今天我在爬這個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的那個資訊的時候 我就發現啊 誒這個網站是IE only的 我就會開始研究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修怎麼修 我把它修好 誒Chrome跟Firefox都可以動很開心 可是我沒有地方可以patch 那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並沒有在加速進行中 或加速進行中 因為或者說是除了debug之外 其他事情也許有在加速進行 但是因為我們政府使用的這種方式 沒有辦法讓我們大家有能力去貢獻 像這樣的bug沒有辦法修正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這個 不動產交易的實價登錄的那個網站 這個當初我們有民間的版本 就是有人一群人熱心的去爬這個資料 那剛好是我的幾個朋友啊 我就跟他討論到他們當初這個網站為什麼要關掉 那就提到說 當初這個官方版的網站 不僅是一開始把文字變成圖片 後來還把圖片變回文字之後 又用更複雜的方式去把那個資料編輯過 對那就是他們的意圖就是要獨佔這個資料 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畢竟東西是開放大家看得到的 但是只有在這邊看得到 對那這種東西更不可能開放Source Code 因為開放的話我們就知道它怎麼做 那規則就很容易算出來就容易去爬到 對那但是這等於是開放資料的相反的方向 我們把原始碼都關閉起來 然後弄了一堆複雜的方式讓你沒有辦法爬 對這其實我們出的錢來收集到這些資料 都是大家要納稅錢 其實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不好意思不常這樣講話 OK所以開放圓馬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最重點一個是資訊透明 我們其實是一個科技島的先進國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台北的開放平臺 有農委會的那個開放平臺 也有中間那個是台中市政府的 然後也有MOC是那個文化部 行政院文化部的開放資料服務網 然後如果你到各個縣市政府的網站去看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到像左邊那樣 政府公開資訊的一個連結 所以其實我們好像資訊都有開放啦 可是其實我們實際上進去看裡頭內容 你就會發現有些是壁谷 有些是UTF8 這個感覺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也許沒那麼嚴重 接下來有些那個tag name又不一樣 比方說這段文字裡頭可以看到一些 叫做latitude的東西 它是在做那個標示經緯度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有上面的版本 也有下面的版本 直接用xy來代表 看到紅框框裡面 可以看到左邊那個紅框框 它有一個中文字在裡頭 右邊那個沒有 它把一個點用全形來表示 還有用半形來表示 OK 這個好像也可以pass啊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有些文字敘述呢 用BR去換行用 或者是像下面的例子 上面的例子則是用那個 反形線N去換行 OK 這個排版一個是用純文字排版 一個是用HPM排版 OK 好像這好像也沒有什麼很複雜的 對 他們難道不能統一嗎 實際上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的去照顧這些資料的話 可能就會像這個例子 一個傳證號碼 後面有個全形空白 所以你就可能有人用程式去撥電話 你就會撥到一個奇怪號碼 像下面這個例子 V等於1 W等於1 其實是VV等於1 這個很容易讓大家產生錯誤 OK 這會降低大家的生產力 OK 比方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今天要PASS這東西 你可能會先想要做一支strip 把那個一般人用的台 改成官方的台 把BR代換成反斜線N 你還要注意有幾個空白 然後還要看現在是幾年吧 台北線變成新北市 最後這種東西做多了 你可能就會想說 那不然我寫個韓式好了 然後就變Unified County 或者是PASS Phone 然後這種東西韓式一多了 你就會有一個Library出來 那這個Library就需要很多人去維護 然後可能這些人如果公家要請的話 你就要花稅金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並沒有再加速進行中 如果沒有這些問題的話 可能可以加速進行中 這個問題就很大 所以Hexion第四次Hexion快到 也許會有人想來做這件事情 雖然目前政府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必須這樣做 但是當然我們是希望政府 有一天可以把這件事情都弄好 我另外舉個例子 這是那個台灣縣市重要指標的資料庫 OK 它其實很好 它用一個來自瑞典的open source軟體 叫pxweb2007 雖然我們政府自己把它改成 改成只是用IE 原本的並不會這樣子 然後台灣至少有15個縣市 已經使用這個軟體 然後提供這樣格式下載 其實是很不錯的事情 但是其他縣市呢 MS Excel 他們其實就是用Excel 然後我們實際上 再取一個Excel來看 你看這是一個警政統計年報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三個圖都是在同一個Excel裡頭 然後是不同年份 93 96跟99年 可以看到 除了右上角標示的 它數字的格式 本身就不同了 以外 它的開版也不一樣 我們程式要去PASS 其實很不容易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實際上再回來看 剛剛那些有用PC AXIS這種格式 去做規格化的一些文件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重要指標都會有名字 我們就舉個例子 死亡率來看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那五個 這是剛好就是那五個主要縣市 他們的死亡率的title都不一樣 然後順帶一提 19個縣市裡頭 共有2614個不同的title 其中只有一個title 存在於19個縣市裡頭 這就代表我今天假設想要看死亡率 我光用程式是沒有辦法分析出來 我沒有辦法說我要看 這19個縣市的死亡率 我必須要說 我要看台北市的主要死亡死因死亡率 我要看新北市的什麼什麼 然後建議table把它mable起來 這邊則是舉另外一個例子 是最近有上新聞的那個求知小幫手 其實他們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今天中午我在跟其中一個作者聊到 他們就說 我們今天要從各處去撈這個資料來 其實他們都有些用PDF 有些用Word 有些用圖打 那其實都很麻煩處理的 所以就舉這個為例子 我今天把dataopen出來了 是不是就真的open了呢 舉這個例子為例 我寫了一個算圓周率的程式 長這樣子 我要把open source出來 大家其實並不是很容易看得懂 這樣的東西並不算open 我相信情史王看來他都會 覺得叹息啊 因為並沒有做真正的統一 所以今天要宣達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release data並不等於open data 我心目中open data 其實剛剛那個A路有稍微提到 包括要開放授權 不需申請不該收費 比方說公車資訊你不需要申請 可是要容易讀 資料要統一 要有最基本的閱讀器 還要容易被程式處理 還需要歷史資料 歷史資料 歷史資料這個東西是指說 做一個版本管理 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是台灣的各縣市各鄉鎮 他的名字的修正 你可以看到什麼瑞芳鎮的爪峰裡 他那個峰改掉了 可以看到連心裡那個連也改掉了 有些是修正 有些是刪除 有些是新鎮 我們的縣市其實一直在變化 那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做一個版本管理的控制的話 你今天拿了一個地圖資料 那你就會少一個縣市 或多一個縣市 OK 那除了這個版本管理的概念之外 我們可以再推演到說 其實每個data都是一種code code也是一種data這樣 那他們都需要一些example跟document 就是你可能要展示出來 這個data要怎麼看 這個data要怎麼使用 這個圖是一個叫d3.js的網站 其實主要概念是讓大家看說 很多這樣的網站都會有example document等等的連結可以看 舉這個例子 我剛才提到的那個鄉鎮村裡的地圖 我們有丟到github上面 所以可以看到 像是右邊 左邊那四個檔案 它是在version control下的 然後我們有提供一些simple document 讓你簡單的去使用這些資料 然後也有做一些example 包括左邊2D跟右邊3D的例子 OK 然後甚至有實際上把它做成一個 數據化的那個 視覺化的範例 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台灣的地圖 白色的地方就是代表說 比照數字比較高 黑色就是數字比較低的 可以看到 這邊可能 右下角有字比較小 現在這個顯示的這個數據 是一個犯罪數據 然後是一種湮滅證據的罪行 所以可以看到可能 台中市A 這是台北縣 然後桃園縣 他們湮滅證據的人比較多這樣 這就是一個例子 OK 那再扯到這邊來的話 那就是會提到說 所有可以改版的資料 都適合用版本管理來控制 不光只是一般的資料 包括法律 或者是政客證件 所以Hexample快到了 可能會有人有興趣 把政客證件 拿出來做一個專題 看他們實際上有沒有實現 OK 這個扯遠了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台灣法律的修正紀錄 這是一個Victor 叫做Victor的上傳 你可以看到 在KeyHub TW RawCorpus 這個專案下面 它有各式各樣台灣的法律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保險法 它有1970年版 也有1963年版 你甚至可以對兩個版本 版本去做DIF 而且再進一步去想 這個法律其實就是圓碼 我們可以把像上面 保險業支組織等等的這樣的話 編碼成下面的Python的語法 如果是保險業 那它自己應該就是要 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 或是合作社 OK 那這樣子的概念 很適合用在我們的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福利請聽網這邊 福利請聽網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上面 輸入一些自己的條件 然後算出自己能不能申請 某一些的政府福利 那這樣的東西 如果我們把法律條文編碼成程式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丟進去跑 那就容易做出來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現在法律 並不是這樣子的格式化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蠻困難做的 他們現在也還在初步騎死的狀態 大家有興趣可以連到上面這個網址去看 OK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台北市申請那個祝你好運的那個補貼 然後你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語法去描述 首先就是 如果你們這家人是在台北涉及 然後涉及是至少要一年以後 然後小孩子要小於一歲等等的條件 如果都成立就傳回true 不然就false 這樣子一個方形很容易就可以算出 你能不能申請這個福利 OK 所以我們剛才從這樣子一個一個概念推演到這邊過來 我們其實可以做城市治國這件事情 首先就是把法律當城市跑 然後把立委當committer 人民送for request 國家是一部電腦 人民寫城市政府負責跑 如果政府出錯了 你就把它keer的H9 或者是I'm more 你沒事要cat一下那個prog下面的KMSG 來看一下政府有沒有問題 然後如果有貪污的官員的話 GDP一下這樣 對 所以如果畫成圖表的話 大概會是這樣的概念 首先政府release出來的open data 並不那麼open 它只是release而已 叫release data 它既枯燥又難用 還沒有互動性的見面 所以公民就很難去有效率的監督政府 再加上現在的媒體又被政府 這個我不知道 反正現在的媒體又報導一些奇怪的選擇性內容 讓大家關注藝人可愛小朋友或撿到錢 所以更沒有辦法去關注那個政府了 所以臨時政府的概念就是在這之間加一個見面層 讓大家可以取得 或者是甚至可以很容易的分享討論這樣的資訊 比方說你每天在Facebook上面 看到政府又歪了什麼錢什麼的 然後又有連結直接連結到證據 你就會越來越容易去關切政府的資訊這樣 那這個東西如果做到極致來看的話 就我自己本身可能不代表GDP的立場 就是希望最後的一個架構會是這樣 人民可以貢獻包括資料軟體網站法律等等的一些資訊 到自己的一個Repository 就像我們在做的事情一樣 然後有Committer是由人民或政府組成的 他會負責把這些東西把關 看是不是適合Commit到官方版 比方說我看到政府的資訊 政府的網站有Bub我就修 然後Committer就可以幫我撲上去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看到透過我們架設的網站去監督政府 然後政府則是經由這些東西去管理我們 那當然現在是缺乏右邊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需要臨時政府的存在 我們幫大家做這個見面層 OK 然後我們回頭去檢視一下 我們實際上在Yahoo Hack Day的專案裡頭有做到這三點 第一個就是大家參與 再來就是親和應用 有一個網站可以給大家看 再來就是開放格式 如果換成白話文獎就是增進服務 資訊透明跟意見施壓這樣 那再來畫成圖 這個可能先跳過好了 OK 那以這樣子的概念來應用到我們該看到的一些例子 我們就可以看到 比方說我們可以在立委質詢這裡加上評論 你可以看到我們是老朋友不要 不要什麼 我們是老朋友了 不要 心 3256 但是這是搞笑的一個例子 實際上我們可以做的是 你甚至是你可以在下面發表一個很專業的評論 說立委這樣講是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評論這件事情 那這個立委可能就會受到大家的質詢 甚至我們可以設計一套系統 如果太多 如果這個立委收到了太多這樣的質詢 那他就必須被列為考察的立委 甚至直接被ban掉這樣子 那這則是在3DU下面的應用 3DU如果加入人民的回饋 是不是可以做到類似美國 Urban Dictionary的那個方式呢 就是大家提供 比方說新警察呀 或是什麼PTD五霸等等的那個名詞解釋 然後由大家來決定 欸這樣的解釋好不好這樣 那也可以在法律條文裡頭 新增大家對這個法律新增或修改的意見 或者是職業在這邊投票 決定這個要不要做 等等的 其實這邊 OK 那其實我看時間好像不太夠 我這邊其實列了不少專案 包括要放啊 視覺化 立委投票結果視覺化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解釋 我先把它挑過好了 Anyway這邊有很多我們實際上已經做好的專案 那今天很可惜 有點講得太慢了 沒有辦法幫大家一個解釋 最後我想跟大家表達一個概念 就是其實民主的起源是蠻早的事情 已經是 西元前508年 我們直到2013年就是今年 你可以看到圖靈記跟那個網路網 網接網路的興起 其實是非常近的事情 像這樣子一個 新的人類文化的革命 我覺得是應該要對各個層面 都帶來一些不同的影響 包括政府的制度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像是在愛沙尼亞 這樣的國家已經舉辦了第一次的 人類第一次的國家級的網路投票 像是德國的政黨也有開始使用 Liquid Feedback 這種互動式民主的一些機制 這個年代是一個政府組織的資訊革命 OK 所以台灣從1540年出現大陸王國 一直到ROC進來 你看到政府執選跟首次公投 其實也才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我們未來是不是能夠再產生一些變化 這個就要靠大家來去做了 可以看到我剛才提到 我是一個小孩的爸爸 其實有時候看著我自己的小孩都會覺得 台灣現在那麼多的問題 未來我的小孩能不能順利的長大 其實有時候會滿感傷的 所以這時候就會出來覺得說 自己要做一些事情 來改進這個國家 OK 最後給大家一些口號 回去可以朗讀 口號促生育 蘇臺分路跑 全民上大學 唱歌救勞保 廣告拼經濟 真文未保釣 前進美麗灣 人才都走光 我希望這些問題 所以未來臺灣不會再發生 OK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就讓大家 用熱烈的掌聲 再次謝謝科畢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